我們現在來做青醬喔 首先要有非常好的橄欖油 九層塔 蒜頭 堅果 他們一般都用松子 那我喜歡用堅果 來取代 有黑胡椒 可以增添它的風味 所以我今天用的是彩膠 那再來當然一定要有乳酪 那這個乳酪呢 其實一般是用泡馬生 那我喜好冰箱有什麼乳酪 我就用什麼乳酪取代 最重要當然要有鹽啦 好那我們現在來開始製作囉 好我們把所有的食材都放進去 再放一匙鹽 然後把九層塔也放進去 好然後把九層塔也放進去 淋上100ml的橄欖油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打囉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打囉 當我們打到一半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蓋子打開 把這個上面的葉子再壓一下 好那我們再打一下 好那我們再打一下 大約打個20秒左右 它就打好了 好我們的青醬呢 就完成了 那青醬有什麼用呢 好我們一般呢 就可以把這個肉呢 青菜都燒好之後 把青醬放在旁邊 直接拌勻 那肉來沾青醬就可以囉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豬排青醬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豬排青醬 我們已經前進去